大家好,我们在上一章中学习了酒店品牌策略与形象策划的相关知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章,我们将学习酒店品牌竞争战略环境的分析与运筹 本节课,我们就先来看看品牌的竞争战略环境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法脱离竞争而存在 也正是由于竞争的存在,我们才能享受到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丰富的商品 越来越优质,越来越多元的服务 在酒店行业中,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底层 然后是质量竞争与服务竞争 最高层次的便是品牌竞争了 品牌竞争可谓是酒店集团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竞争 品牌便成为了酒店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于中国的酒店行业而言 从第一季度的至暗时刻到第三季度的波云渐日 遭受重创的酒店行业正在走在复苏之路上 后疫情时代,我国酒店行业如何走上复苏之路 抓住威后之机,成为从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杨洪浩预测 未来酒店行业品牌更加多元化,覆盖范围更广 涌现出更多的健康、疗养、休闲度假、精品艺术、文化主题 设计师等相关主题的住宿品牌 而在本土酒店品牌会崛起 国际品牌会加速本土化的背景下 因国内的消费客群已经发生变化 酒店品牌必须做出改变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 可见,大环境的变化给酒店的品牌发展和建设 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新风险 我们所说的品牌竞争环境 主要分为一般环境与任务环境 品牌竞争的一般环境通常包括 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与技术环境 以及文化环境这三点 正确认识政治、法律环境 实现各种类型酒店的有序发展 是进行酒店品牌经营的基本前提 在政治与法律环境中 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的稳定性 政府对外来经营者的态度 以及法律环境这四个方面 中国酒店新奇 乃至中国酒店品牌的建设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前,政府法律和政策因素 十分有利于酒店品牌的建设 国家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政策 予以支持和保护 经济与技术环境 主要包含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 市场规模及其准入程度 科技发展水平 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这五个方面 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 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的增长点 为中国酒店业品牌的发展 带来了较好的经济环境 面临国际知名酒店品牌的竞争 中国酒店应从建立强而有力的品牌 整合资源和管理技术方面 来寻求发展路径 并利用本土化发展优势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胜 文化环境主要包含 品牌文化认知 品牌文化传播 品牌文化导向 以及品牌文化管理 这四个方面 文化因素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政治因素不同 政治因素一般带有强制性 而文化因素则带有习惯性 文化因素通常是指酒店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中 人们的处事态度 价值取向 道德行为准则 教育程度 风俗习惯等构成的环境因素 酒店的经营不可能根本性的改变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经营者只能通过结合其文化背景 推出代表当地特色的酒店品牌产品 才更富有文化魅力 每当夏天 人们总会被那些自带无边泳池的酒店吸引 比如 住立在新加坡都市高楼之中的无边泳池 隐蔽于巴厘岛雨林深处的泳池 而现在无需出国 在度假酒店安吉月融庄里 就私藏了华东最大的无边泳池 度假酒店安吉月融庄将环保意识融入浪漫旅行中 在主楼建筑结构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月融团队依靠其强大的设计能力 半新建半改造 打造出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安吉月融庄酒店 地球与自然环境混为一体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 充分考虑赋能当地民众传承文化和技艺的月融集团 把安吉的白茶和竹编技艺都设计进了这家酒店 拥抱当地文化与社区利益共享 分享成功 这种接近大自然的酒店真是让人心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品牌竞争的任务环境 任务环境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影响最直接的外部环境 周三多认为 在一个行业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 即供应商销售商购买者 竞争对手和劳动力市场 这五种竞争力量的状况及综合强度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业内部竞争的强度和最终获利能力 供应商方面 在目前全球化进程背景下 酒店通过品牌建设和管理 使得全球化的采购和外包得以进行 全球化采购和外包不仅能降低酒店品牌运作的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品牌酒店的产品质量和知名度 但全球化采购和外包也给酒店品牌的构建 带来了一些挑战 比如复杂的质量控制 物流成本 供应实质风险 品牌混乱等等 销售商方面 酒店的品牌建设和管理给企业带来了 更为丰富的销售商选择机会 境内外传统销售商 可在对酒店的品牌产品 鉴别区分的基础上购买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酒店可以在品牌建设的同时 构建产品营销体系 利用网络来营销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互联网的分销渠道更是多元化的 现在出门 谁手机里没有携程 去哪儿 美团 飞珠等软件呢 购买者方面 品牌能体现购买或使用这种产品 是哪一类顾客 品牌是身份的象征 品牌个性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吸引和表现了与之相适应的顾客群体的情感 喜好 身份和地位 这也是人们追求和购买品牌产品和服务的原因 那么谈到品牌竞争 想必大家会联想到竞争对手吧 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 是不是每个阶段都有着竞争对手的陪伴呢 每逢高考 网络上都会出现许多幽默风趣的激励标语 比如考过高富帅 拼一分高一分 一分成就终身 不干超人之事 难为出众之人等等 每一个品牌同样也有着许多形影不离的竞争对手 比如问起当今世界上的第一大运动品牌是什么 有人会说是阿迪达斯 还有人会说是耐克 基本没有太多人会给出第三个答案了 阿迪达斯严谨的管理让人记忆犹新 耐克的创新思想也让人赞叹不已 两家公司激烈的竞争持续了许多年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输家 而两家的品牌战略分析 也成为了整个行业膜拜与观察的对象 近年来 酒店业的竞争逐步向全方位和深层次转换 不再向过去的恶性价格竞争 地段服务等方面的竞争 而是更多表现在文化特色的竞争和质量经营的竞争 特色网红酒店往往还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最后一种竞争力量及人力市场 酒店的硬件与系统可以轻易复制 人才却需要悉心栽培 品牌建设与人才培训息息相关 在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举办的2020酒店评论 人才发展论坛上发布的中国酒店人力资源现状调查报告中指出 酒店行业的培训在疫情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培训方式中网络培训的比例有所上升 培训内容中危机应对技能的比例大幅提升等等 酒店在人力资源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比如无法吸引和留住员工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从事酒店行业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对品牌竞争的一般环境与任务环境的讲解 欢迎同学们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下节课见